飞过五个机种,九种机型,连续两次夺得象征中国空军自由空战最高荣誉的金头盔 实弹考核始终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命中率,创造过空战比武考核42比0的战绩 这一系列的成绩属于一位34岁的特级飞行员,空军航空兵猛团团长蒋佳继 他们所说的这位任性的人就是蒋佳继,不安分也是他身边战友给他的典礼 2006年底,飞二代机的蒋佳继放弃原单位提升飞行副大队长的机会 选择重新从一名普通飞行员做起,改装学习飞行三代战绩 梦想在于坚持,而且想飞的飞机已经触手可及 这个职务当中就没考虑那么多,先飞上自己梦想中的飞机,因为我想用他打仗 用他打仗,蒋佳继说的不是空话 改装训练期间,他的保障机组常常说,他总是大赛和极限动作飞 所以他飞过的飞机总是油量消耗最快,回来时剩余航游最少 只要时间油量允许,就一直练动作 我记得,我做了一个筋斗,在顶点的时候修正方向 因为这个,它是反飞机反过的方向是相互,跟平配的方向是相反 你要做十几个,就是为了练这个动作,就是为了把自己基础打了 正是凭着这股拼劲,蒋佳继第一批范单飞,第一批任掌机教员指挥员 第一批执行重大任务,某星中巨弹实弹打法,蒋佳继第一架次升空就干净利落的击落了把机 刚一落地,正在空中执行第二架次的飞机武器系统,突发故障 把机制空时间还剩不到十分钟,他奉命再次紧急升空 站位,搜索,锁定,发射,蒋佳继在把机消失的最后一刻精确运动 战斗力和安全是不矛盾的,只有你飞行员计算出水平提升了,才能更好地有效保证安全 2011年,空军举行首次对抗空战检验性考核,蒋佳继作为最年轻的飞行员和一百多名精英飞行员列阵敖战 半个多月的时间,蒋佳继创下单场42比0的大分差战绩,并首创中巨弹近巨打的经典战力 成为当年最年轻的金头盔获得者 第二年,他又用自己的实力再次拿下这个空战高手桂冠金头盔 在团里,蒋佳继的爱叫真儿好争论是出了名的 像这样的争论也是这个团日常飞行训练中的家常便饭 就想把自己的思路开阔一些,我觉得这个飞机还能怎么飞 毕竟我们还要飞这个飞机,还要用它打仗 围绕打仗,蒋佳继和他的战友们摸索出的新飞行员改装飞行五步训练法 大大缩短了新飞行员到战斗员的成长周期 跟他飞真的特别累,即使最细小的动作,他也必须要求达到他的标准 后来我们经常跟他开玩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他就说到这个最基础的动作 也决定着在今后的空战中能不能达到作战效果 近年来,蒋佳继带出了一大批飞行图案 带领全团出色地完成了实弹打法 对抗空战考核等重大任务 研究摸索出的十多套战法得到实战检验 我们就把我们手中的装备研究好 你一切都准备好了 你的战术素养,你的心理素质,你的文化层次 你的各种技能都能达到适应下代战绩的时候 我相信国家给了你一个新的战绩 你也能驾驶它升空,打胜 这期了 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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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